新蒲江四尾街有工厂大厦车房发生三级火 消防大约七个多钟后将火构式 其间发生多次爆炸 火警当中一个消防员不舒服送院二十多人疏伤 受火警影响的一段四尾街和五方街早上仍然封闭 消防在起火车房外戒备又派人在车房视察 起火是四尾街21至25号利心工厂大厦地下 一间电单车维修中心 警方和消防昨晚八点多接报到场 车房不断有浓烟霧出 笼罩整条四尾街 消防派出烟霧队入内破旧 又用热能探测而探测起火的位置 到凌晨十二点二三分火警升为三级 消防动用两条喉与四对烟霧队灌构 在灭火救援期间曾经发生了多次的爆炸 因此在爆炸发生之后 我们即时就将现场进行灭火救援的消防人员 就撤离了现场再重新作为一个部署 消防不断射水降温 又打破角楼窗门灌构 去到凌晨两点五十分火警受到控制 期间一名消防员不舒服送丸 火警去到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大致救息 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十米 灌构困难 现场的火场面积就是颇大的 并且在不同的位置有一些角楼的间隔 亦都存放了大量的杂物 令到我们在灌构推进上是遇到一定的困难 车房内大约有五十架电单车 大部分销毁 火警期间有二十人自行疏散 九名人士由消防协助离开 气候原因仍然在调查 消防说初步显示没有涉及刑事成分 暴线电视记者黄港进报导 暴线电视记者黄港进报导 谢谢你